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定要吃的美食 我們就帶大家一起去吃吃看 Let's go 這裡有素食耶 我們下次約娜娜一起來吃 吃這一間 我要一個大的 謝謝 要大的還是小的啊 大的好 你破罵說啊 有一間 不一定會開蘿蔔糕 我們先去找我看的 叫外帶 自己夾嗎 好 540 外帶外帶外帶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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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終於找到垃圾麵了耶 可是 我已經買了這麼一大袋耶 剛才我們在買肉的時候 那個阿銀汁 我們方向跟我們說在這裡啊 終於找到了 阿可是 可能只好下次吃了 因為我們已經買太多了 欸我們尋寶完回到家啦 我們才買了幾個 一又算是五樣 我們固定買五樣 對 有生有熟 然後有主食 你有熟 然後 吃給大家看 對不對 第一個你要吃什麼 我吃個小米蔥油餅好了 欸它其實很香耶 真的我們經過的時候被它香味吸引 對不對 真的 而且被它吸引之後啊 看它那邊煎啊 然後外面那個酥酥的感覺 就很好吃 而且它收起來很快對不對 很快 它超快的 我們看它放下去可能不到 三四分兩而已 超過三分鐘 三分鐘好像就可以起來了 就看它變成嘛 一分多鐘 就開始 就已經變色了 就不是那種麵團的顏色 連那個婆婆媽媽都被吸引來了 真的 而且婆婆媽媽好雞巴喔 真的還差對 而且它看那塊比較大塊 然後就說 那不是我的嗎 那不是我的嗎 算了沒關係 我們讓它啦 沒錯 反正它時間比較趕 對啦 我們比較 我們人生太長了 對啦 喔 這就很強喔 好啦 我們來品嘗一下 因為我在那邊有試吃啊 啊其實它那個 放在那邊 我已經吃吃 它那個冷掉了 它那個麵香很準 它真的很Q耶 而且它那個一層一層的質地 是很明顯的 真的還不錯耶 吃個涼麵 它涼麵很香耶 我們剛才拌的時候 其實這個也是偶然遇到的 對對對 因為我們走到入口本來去找那什麼 垃圾麵喔 嘿嘿嘿 垃圾麵一直找不到 對啊 所以看這一家還很多了 我們就想說 阿板吃這個吃吃看 對啊 後來雖然垃圾麵也找到了啦 但是我們已經買了涼麵了 所以來不及了 好 我們先讓窗戶餅去旁邊 好 來 分個涼麵 它很香真的 我坐在這裡就 一陣一陣的那個麻醬的香味 就有點像 你在吃那個熱騰騰的麻醬麵 可是都會有 一直那個麻醬的香上來 香氣酷 對對對 可是它是冷喔 它是涼麵喔 可是居然會有這種味道 我會覺得厲害的 那應該是它麻醬下得很重吧 很重 剛才看我們在倒醬料的時候 麻醬的那個厚度 感覺就很厚 你不是說你聞到那個香味 就很想吃啊 對啊 我本來想第一個吃它的 可是 我們還是先吃個 那個餐前小點心嘛 欸可是 你不是有加辣嗎 它辣加在裡面的 可是我怎麼看不出 那個醬色是有辣的啊 可是會辣的 那你吃吃看 因為我剛才就是 有攪拌嘛 然後沾一下那個醬 會辣的 好你快吃 觀眾等不及了 而且它很特別 它是配那個 豆芽菜 一般都是什麼 都是小黃瓜 頂多加紅蘿蔔 然後蛋絲 辣火腿啊 它就是小黃瓜 然後 豆芽菜 蠻特別的 這兩個都是屬於比較便宜的蔬菜 坦白講 可是它一個大的是45塊 價格 鹽糕 鹽糕 來吃吃看 好不好吃 辣真的在醬裡面了 好吃嗎 看不出來辣 辣的顏色 好吃 因為很Q 然後 它蔬菜是脆的 我覺得加它豆芽菜其實蠻聰明的 因為小黃瓜 它的頭部也是脆的 它中間還是會有那種 軟軟的感覺 可是它的 豆芽菜是等根都是脆的 所以 你的口感會多一個豐富的感覺 欸這很適合 那個不敢吃紅蘿蔔的去買 真的 有很多人其實根本不敢吃紅蘿蔔不是嗎 真的 我最愛就是這個 很誇張 這什麼 炸蝦 這樣叫炸蝦喔 它就是把火燒蝦放在裡面喔 然後 我用手它會撥開它 喔真的欸 全都蝦子 而且不是只有一隻欸 你看起來 有沒有 好多蝦 哇真的好蝦喔 好蝦 而且所有對焦都在於臉上欸 真的假的 真的好蝦喔 直接浮掉是不是 沒錯 好我們等一下補畫面好了 有沒有 真的很厲害 它蝦子喔 很多隻 所以你看喔 它所有的 所有的那個麵糊其實 沒有很多 它這樣吃起來就是那個蝦味 會很好 喔 再加上它加一點蔥是體味 然後油香油香的 這真的很好吃 阿如果你喜歡吃更酥脆 你回來可以進烤箱 或者說 再用油阿 就是大溫油稍微過一下 外面就會更酥脆 我也要吃我也要吃我也要吃 欸這蝦好好吃喔 是不是 超好吃的 脆口對不對 真的好脆喔 然後那個外面這個油 包住它 就一定會有香味 可是麵好辣喔 麵好辣 麵超辣喔 我們跟他說要辣而已 阿他們好像沒有分大辣中 那小辣 麵真的很好 是一樣給觀眾看 他有像這啊 四季豆的 你說這個很特別喔 我是覺得蠻特別的 因為比較少在餐廳看到 喔 對啊 然後剛剛它這個 我就真的會推薦回來 稍微過一下烤箱 因為蔬菜很會吸油 烤一下 那個油膩感會比較少 欸其實應該要跟觀眾講一下 嗯 坦白講如果吃炸味的話 應該是盡量不要吃蔬菜 對阿 因為它很會吸油 它反而吸的油 吸太多了便不健康了 對啊 所以我們買少少的 就吃給大家看一下 對我們買少少一大盤而已 對一大盤而已 對一大盤而已 呵呵 觀眾一定覺得你在演說一下好不好 這個你有病 呵呵 這樣叫少少的 欸我們一人一塊而已阿 沒有很多阿 那你再吃其他的給觀眾看阿 他這間阿 土拖魚 我把它切開 我把它切開 剝給觀眾看阿 對啊對啊 你用GoPro這一台阿 好啦好啦好啦 因為你的臉齁 太大 對一直被那個膠追著跑阿 真的你看 有沒有有沒有 土拖魚齁就要看這個光滑的魚面 它會這樣一片一片一片的 土拖魚好吃就是這個片狀 有沒有 它會這樣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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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很乾彩嗎 偏乾 味道咧 它味道好像沒有外面像那個 調味料那麼重 可是它外面的粉已經有味道 所以你這樣吃起來 它魚肉 可是真的是偏乾阿 偏乾喔 因為它的齁 是要拿去做那個 魚羹的 魚羹喔 所以它會這樣 好喝一杯嗎 好喝一杯 所以它會炸得比較乾一點點 欸太乾了 乾對不對 我覺得太乾 可是配魚羹的話 應該就會剛好 剛好吃進去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很淡 不會極甜 可是也是微甜 微甜 就是那個粉漿的味道阿 嗯 就是在粉漿上面的 但是我吃到這一塊沒有很柴 但是是乾的 乾的 就是肉質是好的 對對對 肉質是土拖魚的肉質 對對對 只是說外面那一層皮會乾乾的 可是那個乾乾的應該就是要讓它去吸些土拖魚羹阿 對 它主要是要做羹阿 它也在賣土拖魚羹喔 所以 如果有吃 我會覺得 建議啦 不要買乾的 可是我覺得好吃耶 好吃阿 超級好吃 它是口感是很棒的 它是很紮實的那種 真的真的 好吃 因為我們還要買魚阿 這就是 旗魚 這不是那個韓吉喔 不是不是這也是 軟趴趴 這是旗魚嗎 不像是 很像鮮魚耶 不是旗魚耶 也不是鮮魚耶 不是嗎 圓雪阿 對 有鮮魚的那個軟嫩感耶 很軟耶 我知道是什麼 是什麼 水晶魚 對對對 水晶魚沒錯 沒錯沒錯 可是我 很嫩 個人對水晶魚 沒有好感 它沒什麼味道 水晶魚叫多力魚 多力魚啦 多力魚是從 東南亞國家運過來的 對 超便宜的喔 那個一大片可能 二三十塊而已喔 但它都會泡化學校劑 喔 就讓它發泡嗎 對 所以有時候我吃那個 剪拔會碰 這就是這個 多力魚 我不推薦 但是好吃 整盤賣起來 240 不貴 但是也不便宜 不貴嗎 我覺得好貴喔 很貴嗎 我客人啦 我覺得好貴 我們還有海鮮欸 如果240 我可以買三個雞腿便當欸 如果這樣算來說 它是很貴啦 對啊 你要吃一個小點心的話 還可以接受啦 比一些 我們去外面吃那些歐北城 歐北些東西 賬物都超貴的 這裡好像有一家歐北城很強 對不對 我們現在再買 因為我想說買一大盤了 很脆欸 脆甜 你在咬的時候 剛剛有 兩下欸 花質大推 真的花質大推喔 嗯 很特別 它花質不是常常用 因為花質其實要看季節 什麼季節啊 就是 漁民有抓到的季節 只會 這樣觀眾怎麼買啦 我查一下跟你講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它不是每次都有花質 欸吃完炸的好渴喔 來喝個湯好不好 什麼湯啊 貢丸湯啊 貢丸湯 那個湯不是他給我們的嗎 是啊 你真的覺得可以解渴嗎 呃 試試看嘛 呵呵呵呵 就是用公文下去 下去 下去 這種湯通常都很好喝 很好喝 味道很酥 對 非常的特殊的味道 對 就是它關子裡面 該有的 欸 都有了 那個老闆娘有講 他說回來 啊撒個 那個芹菜碎 或撒個蔥花 就很好喝了 我來喝喝看 欸真的捏 好好喝喔 又有甜味 又有鮮 又有肉味 這個貢丸啊 真的很好喝 真的很好喝喔 它這個貢丸 我剛好在那邊看 它是現大的欸 嗯 脆彩 它這樣 脆脆脆脆脆這樣 欸好吃欸 它肉香很鮮甜 調味料蠻重的 呵呵呵 每次都要用個甜食來 做個Happy Ending 先吃吃看 先吃吃看 這布丁其實蠻大顆的欸 超布丁的有沒有 它其實就是 吃起來整個就是雞蛋的口感 這家真的很有名 而且它開很久啊 對超久了 小時候 只要爸爸媽媽說要去菜市場買布丁 就是它的 你大概就知道是要吃這一味了 喔 它下面那個焦糖 苦味好明顯 真的喔 可是是香的 香的喔 就是那個 那是什麼 焦糖香啊 小朋友可能比較不喜歡 可是我小時候其實不太喜歡吃這一家 因為它偏苦啊 我喜歡吃同一布丁 所以吃了那麼多 是不是要推薦一些給觀眾啊 你最推薦哪一個 我本人齁 說真的 最經驗的方法是涼麵 真的喔 涼麵很香 其實 我很喜歡吃芝麻 然後它那個香味齁 涼麵最大的缺點就是 它那個 因為是冷的 它沒有那個熱氣 那個 蔓延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聞起來沒有芝麻香 可是它這一件事 你冷的麵在你面前 就有芝麻香 下次有機會去買那不辣的試試看 對 我是不喜歡吃它的辣 它其實沒有很辣 坦白講它沒有很辣 沒有很辣 可是我們不是不喜歡吃辣 就是 你不喜歡吃辣 你會覺得辣會蓋掉原來的香 對對對 我覺得應該去買一次試試看 純芝麻的香味 對 下次可以去試試看 然後它的炸物呢 說真的啦 如果以整個炸物攤來說 我真的推薦的是 蝦子嘛 因為蝦子真的很豐富對不對 好幾隻蝦子在一塊炸物 你喜歡吃我超蝦的 對 你一定會愛死 因為又脆 然後蝦子味道又重 然後它的花枝也不錯 花枝真的超脆口的喔 脆甜 它不會軟爛 對對對 然後土拖魚 土拖魚也好吃 可是我在猜說 因為泡到燈湯會更好吃 更好吃 如果你可以的話 就是在現場吃 我是建議齁 這一家就在那邊吃就好 不要包回家 尤其你是觀光客的 你包回家更不方便 你就在那邊點一盤 吃一吃 什麼都好吃 它很特別是 它後面就是在賣 土拖魚羹啊 賣麵的 然後前面是炸物攤這樣 你炸物攤去後面 像我們吃的那個炸蔬菜啊 真的我們就不建議包回來 就不要包了啦 在那邊吃一吃就好了 因為炸蔬菜你只要稍微悶到 吼那個油的感覺會整個 鎖在那個蔬菜的那個外面 它油會回勝回來了 真的真的 其實吃起來 其實是有一點點那種膩感 就是你會覺得很明顯你在吃油 對很明顯 因為蔬菜如果炸起來 那個皮是酥脆的 對 這時候油都在皮裡面沒有感受 對 可是因為我們放冷了 它把那個油滲出來 所以那個餅皮軟軟的 真的真的 它除了軟之外 那個油膩感又加重了 對啊 對 或是說你回來 你就打算說 然後再過渣 或是說再過一下烤箱 逼油的話 是OK的 欸我覺得烤箱說明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烤箱很棒 我們之前家裡就是買回來 然後進烤箱一下 因為烤箱會把油逼掉 對 然後口感又會再拉起來 對對高熱嘛 還不錯 而且你要先預熱完 再放進去喔 你不能跟著一起烤會乾掉 喔是這樣喔 先讓溫度起來 然後再放進去 小烤一下 拿出來 那個口感真的很棒 喔 沒錯沒錯 然後 貢丸湯其實就一般般 它的貢丸沒有很紮實 就是脆脆的那一種 對就是如果你去買那種冷凍的新竹貢丸 它那個是會紮實到變硬 就是有時候你咬還要費一點力氣才咬下去 對 你說硬是什麼意思啊 硬就是它其實是肉量比較多 所以如果偏軟就是粉比較多一點 對 偏軟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是粉多一點點 添加物比較多一點 對對對 但是沒有不好吃 對是好吃的 胖也好喝 對 就是如果你只是要買東西回來配 是還OK啦 就是比較過量就好了 嗯 身體還是代謝的掉啦 對 那些食物添加餅其實還OK啦 欸 啊 其他的 啊對還有一個蔥油餅啦 蔥油餅其實 我們 還是建議說 這樣一點時間齁 就拿著就吃了 包回來齁還是 因為它裡面 可能比較Q 所以你這樣吃起來 就比較沒有蔥油餅 我覺得是看人質啦 對啦 比較看人質 因為我們頭腦裡面都有一種 寂靜蔥油餅 一層一層的那種酥脆口感 然後裡面是那種空洞感 對 它是紮實的喔 所以如果你喜歡吃麻糬 這個你可以做得還 Q勁比較高的 這個你們都很矮 因為外面酥裡面很軟 對 啊可是不一定買得到喔 先跟你講一下 它說不定是連鎖的啦 應該是哪個地方都買得到 應該是啦 它可能就要拿掉來 做的 有可能啦 好啦那今天的 鴨母療群報記 我們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喜歡吃美食的 鴨母有其實一個很棒的地方 啊如果我們沒有吃到的 你可以 推薦給我們 啊我們下次再去拍一集 鴨母療 Part 2這樣 好啦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好分享 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